各位弟兄姊姊平安,歡迎來到在曠野遇見神 我們今天看到下面有一片的雲海 所以我就...現在才出現 下面有一片雲海,我們今天很高興來到這裡 到了這個季節,雲霧開始多了,所以三下就一整片雲海 那麼我們今天繼續在曠野中講經 我們今天講的是羅馬書 第二十次講羅馬書,我們今天進度到了第四章 然後最後兩節,然後進入到第五節 那我們上次講羅馬書第四章的時候呢 漏掉一句話沒有講 它是什麼?律法是惹動憤怒的 哪裡沒有律法,哪裡就沒有過犯 這句話上次沒講 因為我雖然有準備,但是 因為講到其他太高興了就把它逛過去了 那這句話我覺得必須要講 因為要不然的話可能大家讀經的時候會有 會有一點感覺上 到底律法是惹動憤怒的 是什麼意思? 其實基督徒在對於律法的解釋的時候 我們常常抱有兩極的態度 基督徒啊,真的 有的基督徒說,哎呀 牧師也這樣講 不一定是基督徒 牧師也這樣講 他說我們得自由了 神從律法中得釋放 我們得自由了 不必再守律法了,好高興啊 好像說律法就把律法解釋成萬惡不赦的樣子 律法真的是萬惡不赦的嗎? 其實不是,律法是神所賜下的 神所賜下的怎麼會是萬惡不赦的呢? 但這裡的經文保羅很明顯的講說 律法是惹動憤怒的 哪裡沒有律法,哪裡就沒有過犯 那這樣來講的話 律法好像真的是不好的咯 那另外有些基督徒 但這個比較少 現今世代比較少 有些基督徒到現在還緊抓律法 某種教會 某種的程度我都覺得可能要到異端 但是又不能說它異端 因為它只是對這個基督徒怎麼樣守聖節 怎麼樣遵守律法 有一個這個解釋而已 那有一個我知道的主詞就是異端 那這一點就是說 下面我講的一點不完全就是說 意思它就是異端 可是呢 有很多異端它有共同的解釋點 這個解釋點在哪裡呢? 他們就把說你一定要遵守律法 然後因為律法中有說你要守安息日啊 然後他們去查 猶太人的安息日到底是哪一天呢? 禮拜六 好 他們說你們一定要在安息日禮拜六做禮拜 否則的話 你們就不得救 他就指責說我們現在幾乎要在禮拜天聚會 就是不得救 就是犯律法 然後這樣的一個解釋 使他們變得跟其他的不一樣 其實各位弟兄姐妹 我從來沒有說我們不能在禮拜六舉行禮拜 我們上次講過了 安息日是十屆當中的一屆 其實十屆當中的這幾屆呢 我們目前都是應該要遵守的 比如說前面六個是告訴我們說 我們要盡心盡盡益盡力愛主你的神 要愛神 第六項就是說你要遵守安息日 紀念你的神 所以這也是合乎我們基督徒的傳統 基督徒一直教導 後面幾項呢 後面四項是說 愛你的靈色不要貪戀 不要說謊話陷害人這些東西 也就是說你要愛你的靈色 因為主耶穌基督來的時候 他講的非常明顯 我們不能 他來不是要廢掉禮拜 而是要更堅固禮拜 這禮拜上的一筆一畫都不能廢去 如果是這樣 我們基督徒怎麼會是一個 說要廢棄律法的一個信仰 不會的 我們在對十戒來講 我們從來沒有說我們不遵守十戒 但是你要遵守的是怎麼樣的十戒 是神原先頒下祂的旨意的時候 那個十戒還是說 有人開始就藉著這個十戒 開始大大的引申發揮 我們上次就講過了 安息日神從來沒有說是日曆上的禮拜六 安息日神就說你六日工作第七日你要紀念我 所以也就是說七分之一的意思 沒有說是一定要哪一天 沒有說是日曆上的禮拜六才是安息日 當然你算用這個日期一日一日因為地球自轉 我們一日推算回去到摩西那個時代 剛好是立法上的禮拜六 事實上這中間有沒有錯 猶太人在以前有沒有記錯 我們還不曉得 Anyway 神告訴我們就是說 六日工作一日 第七日休息 那誰是 前面哪個是六日 哪個是第七日 其實這是人自己安排律法的問題 我們基督徒一定要一個禮拜裡頭 如果你是餐飲服務業你說禮拜六禮拜天特別嗎 我不能那個怎麼辦 我不能去上教會怎麼辦 所以有些教會就有一個叫做 餐飲服務業的一個組 餐飲服務業它通常不會選在禮拜六 也不會選在禮拜天聚會 他們會選在某一天 他們餐廳公休 然後可能各地也不一樣 餐廳公休 大家在那一天來敬拜祭 有沒有什麼不可以啊 沒有不可以的 我覺得這很好 他們只要不要忘記 六日工作第七日敬拜祭就可以了 至於到底是禮拜六還是禮拜天 我們基督徒為什麼選禮拜天呢 因為使徒彼得那個時候就決定了 他帶領了眾使徒大家開了會 猶太人在禮拜六那個時候 當時禮拜六敬拜 那基督徒我們要紀念我們的祖 我們選在禮拜七日的第一日 就是說你到禮拜六最後一天 一週的最後一天 第七日 下一週開始禮拜一 從那個時候 基督教就一直在禮拜天敬拜祭 所以這一天才叫禮拜天 其實我們中文在翻譯的時候 其實它只是一個sunday 禮拜六叫saturday saturday當然是sabbat 一個字的延伸 但是其實就是這樣來的 那sunday為什麼中文翻譯成禮拜天呢 就說這一天你就是要去做禮拜的 但是這都是這個字 不是2000年前就這樣子 那麼那律法到底是不是惹動憤怒的呢 不是說如果保羅所講的律法是惹動憤怒的 它其實是有前提的 它其實是說 律法如果說在我們人不能遵守的情況下 你一定要強加的語言去叫人家遵守的話 那麼它不能遵守了以後呢 它就會怎麼樣 英文叫做frustrated 非常frustrated 就是說 I try 我試過 但是我最後不能 我很怎麼講 這個中文我都不太該怎麼講 它就說很沮喪 不能做 那我怎麼辦 我憤怒 律法是惹動憤怒 是這樣講起來的 並不是說神的律法 就真的是惹動憤怒 神的律法是好的 但是要加在做不到的人身上 那麼做不到的人就會開始沮喪憤怒 這是真的 那哪裡沒有律法 哪裡都沒有過犯 其實這也是真的 因為 律法在什麼時候開始有 如果今天講亞伯拉罕的故事的時候 對不起 亞伯拉罕時代並沒有律法 你們看最剛開始師祖亞當夏娃 亞當夏娃那個時候一條律法 只有一條 什麼 圓中說的樹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 唯獨那一顆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 你們不可以吃 那就是一條律法 一條律法守不住 神就把它們煮出一點點 對吧 出去以後 外頭就沒有分別善惡樹的果子 所以 對於亞當夏娃那時候來講 有沒有律法 沒有律法 所以他有沒有過犯 他們也沒有再有其他過犯的機會了 曾經有人問我說 他好奇 因為亞當夏娃是兩個人 兩個人以後 亞當夏娃當然可以生子女 對不對 生了很多子女以後 他們的兒女 他們從兒女到孫子 孫子女 第一代到第二代 第一代亞當夏娃 第二代是他們的很多子女 我們不知道生了至少 三四十個或是上百個吧 因為亞當可以活930年 那那個夏娃我不知道 所以他們可能可以生 可能 三四十個或是市政甚至上百個 記載的話大概有聽說是三十幾個 那從亞當的子女怎麼生出孫子女來呢 是不是 那誰呢 誰生的呢 所以就是亞當的子女們互相生啊 所以亞當的子女是同一個父母來的 他們是不是兄弟姐妹 是親生的兄弟姐妹喔 親生的兄弟姐妹喔 親生的兄弟姐妹再去生出下一代出來 這叫什麼 這在我們的律法裡面 這是在摩西律法裡面 都是說這個不可以 這亂倫 不可以的 摩西律法就規定 三等親以內 不可以再結婚生死 當時的表兄表妹那個時候 有一個規定是可以 但是我們現在等於是 四等親以內不應該結婚 否則根據優生寫 但是在摩西那個時代 他們就知道 三等親以內不可以結婚 否則生出來孩子很危險 但是神就咒詛 三等親以內 但是在亞當夏娃那個時代 你說他們除了兄弟姐妹以外 還有誰呢 所以當時律法有沒有禁止這個事情 律法沒有禁止這個事情 他們兄弟姐妹結婚 那個不叫亂倫 但是就是這樣子 沒有律法就沒有過犯 所以如果在律法沒有規定的情況下 就沒有過犯 後來這個律法 摩西的律法 從亞當律法 再到摩西的律法 摩西的律法一直到 就影響到全世界 是的 摩西的律法其實是影響了全世界 從這個摩西的律法後面幾條 前面六條可能四人不是那麼接受 但是後面幾條就是保障你的私有財產啊 你的老婆別人不可以規律啊 保障你的生命啊 不可殺人啊 對不可殺人不可偷盜不可那個什麼 這個就是現代律法的基礎 不可以殺人 你不要覺得不可偷盜不可殺人 對你來講這個約束 別人有東西我看得好 我為什麼不能拿過來 不可偷竊 這個限制我的自由 但是 各位弟兄弟我告訴你 不可偷盜不可殺人 這都是也是同時也是保護我們 是你不能去殺人不能去偷盜 可是別人也不能來殺你 別人也不能偷盜你的財物啊 是不是 我有田產我有妻妾對不對 對不起不能說妻妾 我有田產我有妻子我有兒女 別人不可以來怎麼樣 別人不可以來貪念你的東西啊 這是好的呢 其實這是好的 但是 有些律法到了從十字節以後 還是衍生太多太多出來 他們在沙漠裡頭有一些特別的情況 沙漠裡頭 他說 什麼食物不可以吃 什麼食物不可以吃 然後這個 你要怎麼樣怎麼樣 這個規定了很多很多 因為那是有一個律法 加在人身上 叫人去遵守 因為神看人不義 你們太不像亞伯拉罕了 所以神用一些方法 來規範 這個情況下 那律法在那裡 那人必須遵守 但是人又做不到的時候 因為從200多條 人又繼續解釋 變成一個律例 不是律法 律例 我們祖先怎樣 所以我們也要怎樣怎樣 規定出來 好了 變600多條 到耶穌基督時代 他們路有了600多條 600多條 你今天去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如果要想想看 我到底符不符合這600多條 你光是想這點就要想半天 很累啊 很累 所以這個就成了一個惹動憤怒的事情 所以沒有律法就沒有過犯 律法是惹動憤怒的 因為律法真的是這樣 因為律法本身是很好的 但是耶穌基督也可以守成律法 這是好的 可是當放在不聖結的人 不能遵守律法的身上 就成了一個讓人很沮喪 讓人很生氣的事情 他們就自己就憤怒 自己就生氣 好 這個就是 律法是惹動憤怒的 那麼我們今天呢 我們今天要從那個 風很大 雲現在也很清楚了 我不知道各位看我的臉 看不得清楚 因為太陽從那個地方升起來 我的前面有一座山 算是掌風吧 因為今天風也不小 冬天了嘛 我們要現在從四章的二十三節 一直念到經文五章的十一節 好不好 那現在我們就把這個經文打在螢幕上 由我來為大家來念 羅馬書四章二十三節 算他為意的這句話 不是單為他寫的 也是為我們這 將來得算為意之人寫的 就是我們這信神 使我們的主耶穌 從死裡復活的人 耶穌被交給人 是為我們的過犯 復活 是為叫我們稱異 五章第一節 我們既因信稱異 就借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與神相合 我們又借著他 因信則進入現在所佔的這恩典中 並且歡歡喜喜的盼望神的榮耀 不但如此 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 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 忍耐生老練 老練生盼望 盼望不至於羞恥 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 將神的愛 澆灌在我們心裡 第六節 因我們還軟弱的時候 基督就按鎖定的日期 為罪人死 為義人死是少有的 為人人死 或者是敢做的 唯有基督在我們還做罪人的 罪人的時候 為我們死 神的愛就在此 向我們顯明了 現在我們既靠著他的血 稱義 就要借著他 免去神的憤怒 第十節 因為我們做仇敵的時候 且借著神兒子的死 與神和好 但以和好 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 不但如此 我們既借著我主耶穌基督 得與神和好 也就借著他 以神為樂 阿們 好的 感謝讚美主 那這個 二十三節一開始點出來 亞伯拉罕 神是 算他為義 什麼叫算他為義呢 就是說本來他也是不義 但是神因為 他要用一個方法來拯救人 所以就算他為義 然後這句話 保羅在這裡講了 聖靈啟示保羅這樣講了 算他為義這句話 不是單位他寫的 也是為我們這些 將來得算為義的人寫的 所以呢 我們呢 我們也是被算為義 哎呀 感覺讚美主 其實這個事情 對我們來講 就是一個很好的消息 真的是一個福音 亞伯拉罕的意義是 神算他為義 當時神沒有其他的律法 沒有律法給亞伯拉罕 但是亞伯拉罕做人 是不是就完全符合神的心意 也沒有 也不是 但是亞伯拉罕有一點 非常符合神的心意 大家有一些過範 比如說他說謊 他那個薩拉那個時候 他說謊 他也殺人 當那個四王跟五王爭戰以後 羅德被四王抓走 亞伯拉罕去追 帶了家庭去追 他在戰爭當中把羅德抓回來 所以他是發動戰爭的 所以他也殺人 比如說當時雖然沒有實戒 但是亞伯拉罕也犯過這些罪 雖然不算有罪 但是其實他也不是完全符合神的心意 像亞伯拉罕把這個說謊 欺騙人家說薩拉是大妹妹 這個事情 神就不是很高興 但是亞伯拉罕有一點 特別討神的心意 他真的是對神的話 是完全的信 我們上次講過 因為信靠神 所以神算他唯一 那這一點的話 神也告訴我們說 也是算唯一的 我們這個信神 使我們的主耶穌從死裡復活的人 就是這些人 為什麼? 因為上次你記得我們講了什麼嗎? 有一句話很重要 就是說 亞伯拉罕所信的神 是使死人復活的神 是死無便有的神 亞伯拉罕是這樣的信 如果我們不能信死人復活 就說亞伯拉罕信 但是我不信 我不信 那你就說你信耶穌基督 那你到底信耶穌基督信什麼? 我們信 信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 我們這個一定要相信 如果我們不能相信 歷史上這個事實 曾經有耶穌基督來 然後他為了我們 被釘十字架 然後呢 你就開始解釋說 後面的事實是門徒編造 跟當時的法利塞人跟文士 他們所講的話一樣 但是耶穌基督呢 給我們留下很好的教訓 告訴我們要怎麼樣才能做個完全 如果你是這樣子解釋聖經的話 對不起 那你不死 那你就是不信 因為亞伯拉罕信 可以使人復活 從無便有的神 亞伯拉罕是這樣的信 所以我們也要信 我們要怎麼信呢 我們的信神 使我們的主耶穌從死裡復活的 我們一定要這樣的信 這個是沒有商量的 耶穌被交給人是為我們的過犯 復活是叫我們撐毅 這是二十五節 我們不但是信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 而且要知道 祂為什麼死 那就是如何使我們撐毅 因為今天是這樣的 我們今天是從 我們有過了很多過犯 對吧 我們有很多過犯 然後主耶穌呢 主耶穌是為我們的罪而死 因為我們的過犯很多 所以必須獻地 獻什麼地 獻上耶穌基督為基 神因為耶穌基督的獻地而喜悅了我們 這就是律法中所有的 在律法中所有的就告訴我們說 如果你犯了罪 猶太人如果犯了罪的話 他可以獻上一隻動物 渣了牛或羊 或者沒有錢的話 取一隻斑鞠 這樣的話 神可以算你無罪 這就是神算他無罪的方法 那我們呢 我們現在基督教我們沒有在每天 牧師拿個大刀 每次在聚會的時候 我們今天來為各位弟兄姐妹罪 來做祈禱 咔嚓一刀把他仰了頭砍下來 沒有啊 我們現在沒有做這個事情了 那我們的贖罪祭在哪裡 我們的贖罪祭就是耶穌基督 沒有別的 而且你要知道為什麼後面這句話說 耶穌被教給人是為了我們的過犯 復活是叫我們稱禮 因為今天你設想 我們弟兄姐妹妹們 我們今天犯了過錯 如果說你今天去 我們在猶太時代好了 我們殺了一隻羊 獻上祭 然後之後 啊豬啊 神啊 你饒恕我的罪過吧 然後獻上祭 那你回去以後 你覺得說 欸 我的罪就完全得赦免了嗎 還是說 那個人啊 是偷東西 他獻一隻羊 我是呢 偷偷搞別人的老婆 那我也獻一隻羊 那夠不夠啊 你們會不會產生一種 夠不夠這種問題 啊 到底夠不夠 我們獻這日祭 神就原諒我們了嗎 神說不可以接贏欸 我 我昨天才跟老王的老婆 怎樣怎樣怎樣 對不對 那這個算不算呢 我自己獻一隻羊 神又沒說話 神沒說話 那我自己就覺得安慰自己說 夠了 是嗎 你不知道 是 猶太人在獻祭的時候 獻上個祭的時候 他跟祭司講 祭司呢 就根據他獻的祭 然後告訴他說 你得救了 很好 那是代表神說話 這個事情 這個精神影響到後來 羅馬天主教也是這樣 我們不知道大家 聽我的裡面 有沒有這個 就是天主教徒 天主教徒 他們有一個叫做告禁 這個 那個Sermon 彌撒 彌撒開始舉行的時候 牧師 神父 他們是神父 彌撒開始舉行的時候 神父講道 講完道以後 神父就跑到一個 側邊有一個小的箱子裡頭去 這箱子可以 中間是有一個木頭的牆 左右兩邊可以做兩個人 神父就進到一邊去 靠近前面 靠遍那個講壇的地方 後面呢 如果你這個禮拜有犯罪 你就可以走到那裡去 走到另外一邊 進去以後 然後你們電影看過吧 有個小門 拉開 拉開以後 但神父不會看你的 神父是第二頭 坐著這個 那個門是 小窗戶這樣開 拉開以後 大家都面朝外頭坐 然後那個人就跑在那裡說 神父啊 我犯了什麼什麼罪 然後神父說 好吧 你回去把什麼什麼書 拿第幾章念幾遍 你把以佛所書從頭念到尾 或是可能其實在後來 很不幸的 天主教就開始念玫瑰經 你把玫瑰經念多少遍 這樣你的罪就得色 他們也是一樣 他們神父有一個 代人 代天父宿罪的一個 權柄 他們是這樣講的 那到底我們 祭司或是神父 能不能代天父宿罪 這個其實是使徒的權柄 使徒是應該有這個權柄 但是天主教要把它解釋 解釋 解釋到每一個神父都有 這個其實我們不知道 我們不要去論斷別人 但是今天我們 假設在猶太人時代 我們獻了一隻羊 我們罪就得色了嗎 不知道 在這裡經文就告訴我們說 耶穌復活是叫我們成義 為什麼 因為你獻祭的時候 這動物必須死 死了就完了 你是犯一個罪 它也是死 你犯兩個罪 三個罪 四個罪 對它死了 你不知道你夠一個 就是你要放上一個生命危機 還兩個生命危機 三個生命危機 你不知道 那你只放了一個 你可能是不夠的 那耶穌從死裡不活呢 就是告訴我們說 沒有問題 祂不但付清了我們 應該獻上的罪債 祂還有魚 還有找錢 你今天給人家到飯店裡吃飯 吃完飯你掏一張招票放在桌上 然後你就走了 對不對 可能你今天吃比如說是一百塊錢的那個 你今天掏了一張一百塊錢的那個鈔票放在桌上 可能你吃了一百二十塊你就走了 你倒還欠二十塊 對不對 不夠嘛 其實你走了就逃了嘛 對不對 但如果今天你今天掏一張一百塊錢的鈔票放在桌上 那個適應生來了 他掏二十塊還給你 這什麼意思 那你夠了嘛 你只要八十塊就夠 他追找錢了嘛 耶穌基督能夠從死裡復活 是一樣的意思 夠不夠 耶穌基督能不能負擔我們的罪在 答案是可以 為什麼 因為耶穌基督負擔的所有罪在他還復活了 神說夠了你還可以起來 所以這一節其實在後面 羅馬書四章二十五節 今天我們因為信耶穌 信基督 我們能夠稱義 我們足夠被稱為義 這也是一個證明 告訴我們說 我們確確實實 是因為信他而被稱義 而且是足夠的 耶穌基督代償的功能是足夠的 我們不用擔心 那麼 這就是第四章的結尾 那到第五章呢 我們上次講過 第四章跟第五章 其實不應該分開 如果你把它一直念下來的話 第五章第一節 我們既因信成義 就藉著我們主耶穌基督與神相和 和好了 對不對 我們今天是 等一下 我們今天是犯罪的人嗎 是犯罪的人我們就不配到神的面前 但是我們今天是怎麼樣呢 我們今天耶穌基督已經把我們罪在負了 所以我們得以能到神的面前 神跟我們是和好的 沒有再虧欠了 沒有虧欠了 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領著祂 因著祂領受各樣的恩典 這個很重要 第一個是 我們是因著信 與神和好 神不算我們有罪 那我們呢 我們要不要再去埋怨神呢 不用了 所以我們是與神和好 第二節 我們又借著祂 因信得信入現在所在的恩典 我們不但是與神和好 如果說今天 耶穌基督為我們死 為我們贖罪 就像我們猶太人的時候 現在是羊子 我們贖罪了 之後 祂又走了又不管我們的話 我們今天這個地位是不錯 我們守住了 可是我們以後會不會再犯罪呢 還會再犯罪 還會再犯罪 那怎麼辦呢 再犯個兩年 然後請耶穌基督再來 再被我們定是十字架嗎 所以你知道我們基督教的時候是講說 我們讓基督再一次定十字架 就是說 我們今天因為這樣 我們本來這個罪得署 射以後 因信被稱以後 我們又犯罪 又犯罪 又要請耶穌基督來為我們再贖罪 有的時候我們講說 你又活活的又把耶穌基督定死了 這個就是個意思 不好的 但是今天不僅僅如此 不但神是稱我們為義 稱我們為義之後呢 然後又讓我們能夠進入到現在的恩典當中 什麼恩典當中 這個裡頭沒有很明白的講出來 然後並且是歡歡喜喜的盼望神的榮耀 我們開始在等待了 我們等待神的榮耀這樣子 那個恩典 你這樣看起來的話 就講的就是聖靈的恩典 聖靈讓我們重生 我們不只是說 我們是贖罪 贖罪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聖靈要讓我們重生 聖靈要幫助我們 引導我們不要繼續一直犯罪 如果今天只是把罪熟了 然後之後又繼續犯罪的話 我們生命跟以前沒有什麼兩樣的話 這個工作是白做的 我們也不能歡歡喜喜的等待 盼望神的榮耀 因為以前罪熟了 後面又犯罪 你又要躲避神 人犯罪以後的一個現象就是什麼樣 躲避神 亞當犯罪以後 他怎麼樣呢 他跟夏娃發覺自己自身到底 然後找個葉子遮起來以後 然後神來的時候他怎麼樣 躲起來 神要說亞當你在哪裡 亞當你在哪裡 是不是 人就會躲 你不能 如果是這樣的話 只是屬你以前犯的罪的話 你不能夠進入恩典當中 你不能去歡歡喜喜的盼望神的榮耀 所以 耶穌基督是有這樣的一個 第一個是為我們的罪 贖罪 第二個事情 讓我們進入祂的恩典 我們是有恩典 恩典就是聖靈帶我們進入我們重生 而且不但重生 一直引導我們 有新的生命 新的生命不要犯罪 一直引導我們 然後我們現在呢 有盼望 我們盼望神來 這世界上還是 自然還有很多混亂 但是我們基督徒是有盼望的 我們盼望神來到這裡 我們要判斷神的榮耀再來 但世界上有些人並不盼望神的榮耀再來 如果你今天很多人不認識神的時候 他也許盼望神的榮耀 天國降臨 很好啊 可是你要知道 如果我們今天把聖經讀清楚 神來是要審判 如果你是個做很多措施的人 你會希望審判趕快來臨嗎 審判完大家 該去哪去哪 該去天堂去天堂 該去地獄去地獄 如果今天天堂地獄都講蠻清楚 你告訴大家 神來了要審判 然後我們之後 該去哪去哪 該去天堂去天堂 該去地獄去地獄 你覺得那些壞人會希望神快來嗎 你覺得一個老是在犯罪的人 他會希望神快來啊 我不想活了 如果我要該去地獄的話 他說對不起 可是死了不是就沒事了 神要進入火湖當中 要燒啊 所以壞人 沒有壞人去盼望神榮耀這樣 只有你是 我們有在恩典當中的人 我們是盼望神的這樣 審判 沒問題啊 審判就審判嗎 審判很好啊 不但如此 第三節 不但如此 就是在患難中也是 歡歡喜喜的 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 忍耐生老練 老練生盼望 盼望不至於羞愧 不至於羞恥 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 將神的愛交灌在我們心裡 所以這裡講了沒有 聖靈 因為所賜給你的聖靈 我們今天有盼望 為什麼 為什麼這麼好 因為我這邊有一張列表 各位可以看保羅在這裡所講的這些 先把答案在螢幕上 我們是陰性稱異 這是五章一節講的 與神相合 這五章十一節講的 我們進入這恩典當中 五章十五節後來的解釋 歡喜盼望神的榮耀 這就是我們基督徒 因為信耶穌基督所得到的功能跟步驟 因性稱異第一個 然後與神相合很重要 進入恩典之中 我們這還沒講到 其實它五章十五節會再多講一點 歡喜盼望神的榮耀 患難中也是歡喜 患難生忍耐 忍耐生老練老練生 盼望盼望就不會再羞恥了 因為這些事情 為什麼有這些步驟呢 為什麼有今天這些呢 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 已經將神的愛交灌在我們心裡了 聖靈什麼時候賜給我們的呢 剛剛前面講的 我們進入這恩典當中 因性而進入現在的恩典當中 所以我們得到的恩典是什麼呢 不是世界上榮華富貴 不是說我在世上以後平安無事 沒有 我們信主的人常常有這個 我信主以後 我信主以後被公司lay off幾次 在美國這是很常見的事情 你在一個公司做 如果不是你自己辭職 就是公司把你lay off 因為他做不下去了 今天新創公司矽谷這裡 我想做個計劃 做做看 他們說做做看 我們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因為不知道能成功才叫做創新科技 所以我們說好 我們買個機器 買個機器來巨木頭 巨木頭賺錢 這種沒有什麼可以想 對不對 你巨木頭如果有這個需要 他就一直做做做 就好了 但你平時我們要設計一個新的軟體 這軟體以前沒有人設計過 以前沒有人設計過 你怎麼知道你能做啊 不知道 創新 所以創新是有風險的 所以我信主以後 當然是被lay off好多次 有一次還被人家 開車被人家撞 我是沒錯 因為我是第二輛車過紅綠燈的 我第一輛車過去 第二輛車我在過去的時候 這個時候還居然有人撞紅燈了 從我側邊這樣 他就太陽在他這個 太陽面對著他 所以他根本看不到東西 他就衝過去 他沒有看到紅綠燈 就直接撞過來 把我撞到我車的後輪 女人那時候還在我後面 雖然是大家都平安無事 但我那個車就報銷了 不是說基督徒你就一路平安無事 可能神在緊要關頭之下 有時候你就很奇妙的在一些事情上 有可能 但是並不是說一切都沒事 但是神賜給我們恩典 也不是說讓我們發大財 反而是我們今天得到了這個聖靈以後 我們從生以後 我們知道我們該說實話 知道我們不該欺騙人 知道我們不應該欺負別人 這些事情這些性質 在現今的社會現今的職場 其實很不能夠適應現今的職場的社會 老闆都說你要加班加班 禮拜六加完班不夠 禮拜天很重要 我們要來加班 你今天身為基督徒 你一個禮拜沒有去敬拜神 你是加班還是不加班 而且其實有些時候我們不只是禮拜天 禮拜五晚上還有小組 禮拜五加班到七點 不行我不能再加了我要回去 為什麼我們要小組聚會 哇 老闆說開玩笑大家最起碼都加到八九點 你為什麼七點就要走 你說你跟他解釋 他真的是可能表面上答應 但是心裡氣乎乎 所以我們你看有時候 又不能說這個謊話 又不能拍馬八九 有的時候其實在職場當中 下面有五個人要只能生一個人上去 有的同事就會去踩別人 對不對 他自己做的怎麼樣不講 他還去踩別人 說人家的壞 在老闆前面說人家壞話 甚至有的時候 他去透過你老闆去找老闆的老闆 說你自己老闆的壞話 這些事情在基督徒都不應該做 可是有的時候 為什麼很奇怪 今天壞人可以得成 壞人是真的得成的嗎 他現在看起來要得成 但是他失去更多 所以基督徒給我們的恩典 不是說順利 不是 而且真正講就是這個 知道給我們的聖領 而且第三題是講 不但如此 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 也就是說 你得了這恩典以後 非常可能還有患難 很可能還有其他的患難 不是患難就沒有 如果說恩典讓我免去患難的話 就不會有後面這句話了 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 因為還可能有患難 事實上在第一世紀 從第一世紀開始 第一世紀第二世紀第三世紀 250年 基督徒是被迫害的 因為你信基督被迫害 你要知道羅馬的時候有個法律 你不可以稱凱撒以外的人為主 後來他們不能這樣做 我基督徒就是稱基督為主 那羅馬人知道猶太人 他稱耶和華 羅馬人認為耶和華是跟他們自己的神子一樣 他們羅馬當時有希臘的那些古神 對不對 維納斯、宙斯這些神 他們了解人需要拜神 所以法律上他們已經接受猶太人拜耶和華 但是耶穌基督呢 以前他們沒有聽過 所以在這個時候羅馬的時候覺得說 你們拜耶穌基督 稱他為主 可是確實他是一個人 而且是被我們羅馬政府的駐地代表比拉多 一個巡撫給處死 這是在文案裡頭有記載的 在他們的法律裡面 耶穌等於是一個叛黨 猶太人的王 你看我們給你派的王是西律王 你們今天去自己立一個王 然後這樣子 你們現在這些人還稱他為主 大大打羅馬人的這個 打他的臉 羅馬政府非常不高興 所以他就是要破壞基督徒 破壞基督徒到一個什麼程度呢 曾經有一條律法出台 因為當時基督徒剛開始被破壞 後來他們全部都轉入地下 聚會也是秘密 都是秘密 那個時候大家都不知道 沒有人在表面上承認他自己基督徒 但是在私底下全部承認 在鬧事上也不會說真的有人 官府管不到的地方 你要知道羅馬整個帝國 從土耳其到西班牙 把這麼大的帝國 你看台灣人口2300萬 對不對 當時全世界人口 不超過1億 不會超過1億 大概就是幾千萬 可能就4千萬 可能就4千萬 兩倍的台灣 你把兩倍台灣人口把它丟在整個歐亞大陸上 你得多少人 有些地方 你可能往這邊走10公里 100公里 那邊走幾公里 你就看不到人 是這樣的一個大陸 所以有些村莊你根本 羅馬官府你管不到 我們信耶穌基督 你們真的管不到 對不對 沒有人管得到 政府能力有限 政府能力有些也管不了 所以後來呢 羅馬政府出台一個法律 他說你們去 只要有人去舉報誰誰誰 去信基督徒的話 我們查證真的把這家人給抓起來了 他的財產充公 然後之後呢 他的財產可以撥給你 撥給這個舉報人 用這種惡劣的方法去鼓勵人去舉報基督徒 這樣的話這個是真的很惡劣的方法 除非你全村 大家都信基督徒 大家都不去舉報 對不對 你說你這個村子裡有一半是信基督徒 一半不信的 那一半不信的難保就不出一個這樣貪心的人 去舉報幾個基督徒 他就被很有錢了 對不對 所以不是沒有患難的 在初世紀的時候基督徒就是充滿了患難 但是呢 我們怎麼知道我們今天真正得著那恩典 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喜喜的 神給我們的歡喜快樂 不是說我們今天因為有錢要歡喜快樂 有錢才歡喜快樂 錢不見了你就不歡喜不快樂 你就開始懊惱了 為什麼錢去哪裡 怎麼樣 你就發生很多的事情 但是今天這個歡喜快樂是告訴我們 我們在患難中也是歡喜快樂 這個不是很容易得到的事情 不容易的事情 而且這個歡喜快樂 告訴我們要忍耐 患難可以忍耐 聖靈的九果裡頭 忍耐喜樂 和平忍耐 恩慈良善 信實溫柔 節制 聖靈的九果當中 其中就忍耐 我們會生出忍耐來 忍耐以後呢 常常因為忍耐這些迫害對我們來不算什麼 我們老練 老練就是盼望 還知道盼望出來 盼望不至於羞恥 就是聖靈將神愛浇灌在我們心裡的結果 患難也不至於悲傷 也不至於難過 也不至於說就是 我們患難中也可以歡歡喜喜 聖靈把神愛浇灌在我們心裡 這個就是有聖靈的人的正確 跟人家不一樣 忍耐喜樂 和平忍耐 恩慈良善 信實溫柔節制 聖靈的九果 你有了這個 忍耐當然你是有 喜樂 常常有喜樂 你有恩慈又良善 幸福溫柔節制 和平忍耐 我們忍耐啊 我們沒問題的 而且我們常常有喜樂 常常要有喜樂 這是聖靈的真正的記號 真的不是你說謊言 真的不是說謊言 我跟你講我去過一些靈恩的教會 那些特別會說謊言 那些特別會說謊言 你常常 你跟他講這些事情的時候 他是最不能忍耐的 真的 我講幾句就面紅我一次 這樣的人我真的 他很會說謊言 這是有聖靈的記號嗎 我告訴你真的不是 就是 如果一個人不是常常有喜樂 他的喜樂很容易被搏去 然後他對人家 完全不能忍耐 就是開始跟他討論 他就不能忍耐 這樣的人一定不是聖靈國子 沒有聖靈國子 所以 我常常覺得說這一些 在一個宗教裡面 喜歡裝神弄鬼的 往往是很糟糕的事情 我們今天不是講這個 我們繼續講 其實到這裡 我們看時間的關係 不能講太多了 第六節 因我們還軟弱的時候 基督就按照鎖定的日期為人死 為一人死是少有的 為人人死是或有敢做的 唯有基督在我們還做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 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賢 現在我們既靠著他的血 稱義 就更要借著他免去神的憤怒 其實這個是就在講 我們前面剛剛講的 基督為我們死 我們還是罪人的時候 先為我們死 不是說等到這個死的恩典 這個色罪的恩典 只有當我們好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才給我們 不是 基督的愛 我們基督徒跟你講一件事情 基督徒真的不是說你是否行為夠好 沒有 從來不講這個 有些基督徒行為很爛爛 但是他真基督徒 為什麼? 因為耶穌為他死 我不說行為很爛爛 只要你信耶穌就算基督徒 不是這個意思 基督徒 是一個很長的一個過一個階段 從一個我們快要已經得榮耀的基督徒 說犯罪的基督徒如果是神為他所死的 他就被神稱譽 但是他就會慢慢的 生命會變化 到了最後 他是得榮耀的基督 這樣的一個過程 就是一個真基督徒的過程 如果這個人 他信了基督 他開始犯很多罪對不對 跟兩個人都一樣犯很多罪 這個人也犯很多罪 這個人也犯很多罪 然後到最後才得榮耀 這個人犯很多罪 他受了洗 繼續犯罪 他有的時候去教會 後來根本就不去 後來又去搞什麼淫亂的事情 搞什麼偷盜的事情 他就做很多這個壞事 我們看到他到最後 他最後他並沒有得到 像基督徒應該有那個人 得到神的榮耀 沒有得到神的形象跟樣式 這什麼意思呢? 他就從來就不是一個基督徒 他雖然受洗 大家覺得這兩個人剛開始是一樣的 但最後他變得亂七八糟 他就不知所蹤 這樣的人沒有得救 真的基督徒真的得救的人 他會是一個 剛開始是一個很壞的人 以人來講都是很壞 可是神真是為他死 他就是一個基督徒 在當時一開始 還在犯罪當中的時候 就是基督徒 而不是說等到後來得榮耀的時候才基督徒 沒有 一開始 我們還在過犯罪惡當中的時候 只知道神是為他死 他就是基督徒 但是我說這兩個都一樣 那我們怎麼知道 答案是我們就是不知道 我們不能從一開始說 你今天受洗的基督徒 這是一個 你不到後面你不知道結果 對不對 因為主耶穌說了很多人稱我為主啊主啊 但是不能都進天神的國 有些人才說 我為你做很多很多的事 記不記得 馬太福音的經文 真的 不是在於我們說我們受不受洗 不是在於說我們今天為主做什麼 最後 審判的時候 真的我們生命是這樣子的 從這裡很壞到開始得榮呢 還是說很壞到很壞 很壞 好了一陣子 好像裝模作樣做一陣子 也會講方言 自己編一些方言出來 最後他的生命又開始亂七八糟 那這樣的話 這個人 根本就 其實從一開始 基督就沒有為他而死 神沒有拣選他 一開始 因為沒有拣選他 所以從頭開始都沒有 這個觀念就是這樣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 基督徒到最後一定是 生命是會改變 會重生 你不重生 你不能看見神的國 不重生 你不能進入神的國 人不是從水跟聖靈重生 你不能進入神的國 沒有重生就不能算基督徒 當然 可是你在一開始還沒重生前 你是不是基督徒呢 那個時候你就是 只是我們不知道最後的結果而已 這就是今天我們講的 基督教 起先大家看不出來 到後面最後一定知道 一定知道 神在審判的時候 其實神都清清楚楚的 那個時候當然是基督徒 但是回溯到最早以前 你還沒有 你還沒有不了解的時候 你還不知道將來也會怎麼樣的 耶穌基督已經為你死了 但是 這個恩典常常是在什麼呢 在我們沒有信主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了 要不然神怎麼去感動你來信呢 我們很多人是被吸引過去的 我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也不用人家替我們傳很多教 我們自己就被吸引了 就是這樣 這就是基督教 那麼 今天我們想是講到這裡好了 時間的關係 我們既然靠著他的寫稱語 就要藉著他免去神的憤怒 因為我們做仇敵的時候 且藉著神兒子的死與神和好 既和好就更要因著他的身得救了 不但如此 我們既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與神很好 也就藉著他以神為樂 這就是基督徒 那我們今天還有幾節沒有解釋 那我們可能留到下一節解釋去 下一次再開始解釋 但是各位要知道 今天在這裡保羅講得很清楚 我們是怎麼樣的 誠意 不是平的行為 真的是平的信 而且我們的信 我們一開始我們自己都不知道的時候 我們還不知道的時候 神就開始檢選我們了 神就已經Q我們死了 因為祂要 祂檢選了你 沒有話可以講 祂就為你死了 饒恕你的罪 讓神的工作人 恩典能繼續夾在你身上 把你往這邊帶帶帶帶 帶到後面 我們等候 這是一個過程 這很漫長 這個不是一個用人的任何行為 一個授起一個典禮可以判斷的事情 但是真的就是如此 那我們今天講到就在這裡 那因為我主耶穌基督人會 天父上帝的慈愛 聖靈的交通與感動 常與眾人同在 從今直到永遠 感謝主讚美主 給上帝賜福你 下週再見 我們今天 哇 雲海現在越來越明顯了 是不是 給大家看看 很漂亮 這個地方 下面本來都應該還有一些 礦眼 但今天都被雲所看住 蓋住了 感謝讚美我們的主 山窗很遼闊 感謝讚美主 讚美我們的主 下週再見